Hello,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Rene Hello,大家好 Rene呢,是一名美国注册营养师 我想请她来我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她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专业 到底是怎么达成的 先请Rene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啊,之前我的major就是nutrition science 而且我有一个minor就是kinesiology 运动系的minor 那个时候是觉得营养跟运动是很有关联的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是在医院里面工作了一年 然后之后就去了一个洗肾中心里面工作 所以现在我的title就是Reno Dietitian 就是胜科的营养师 跟那些有肾病的病人帮他们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病人都是有肾病的 那你介意先跟大家说说 作为一个dietician你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吗 其实dietician这个行业是很广泛的 基本上是有分三种 第一个就是food service 饮食的范围 第二个呢就是clinical 对,clinical dietitian就是临床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wellness 可能有些人想要减肥啊 就是focus more on prevention 这个行业就是很广泛的 我是一个营养师 但是我旁边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营养师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可以是非常不一样的 nutritionist跟dietician这个名字是很不一样的 哦,是吗? 中文都叫营养师啊 对,中文是营养师 但是其实就是dietician 其实常写的就是registered dietitian 注册营养师 这个呢你就是需要大学的major是nutrition 然后要做那个internship 一年的 然后之后要考那个board exam 然后才能做那个registered dietitian nutritionist的话呢 其实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说这是一个nutritionist 或者这个人可能只是拿了一个三个月的有关营养的课 然后就说这是nutritionist 所以大家要选营养师的话 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到底这个人是nutritionist还是dietician 如果你想要在医院工作的话 你就必须要是一个dietician才可以的 而且我知道如果你在一个gym里面工作呢 但是如果你没有dietician这个title 其实你是不可以开餐单 就不能给别人开就是吃吃饭那个饮食的那个单子 对,没错 就是如果我不是dietician 其实是illegal 如果我 是吗 我给你一个meal plan yeah,you cannot do that 它只是可以guide 就是如果你是我的客人 你可以跟我说你今天吃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我给你意见 我觉得ok this is good 或者like maybe you can do this 没有,我就不可以写一个算是like prescription的餐单给你 这个就是illegal的 明白 那回到当时念大学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到要学营养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老实说我是很喜欢吃东西的人 对 看女生才看不出来 我就很喜欢我 我觉得我家人也是对食物这一方面就是特别喜欢的 我在想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对science那边感兴趣 所以我就知道我是想做healthcare那方面 然后之前我有想过要当护士 所以我之前考了一个就是cna就是护士助理 然后我发现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做护士 护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有点好奇 护士的生活是很忙,非常忙 在美国也是这样吗? 非常非常的忙 一般你在医院里面因为你很多机会都不会看到医生 所以什么事情大家都问那个护士 因为护士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关于这个病人 所以你的营养师啊,物理治疗师啊,所有医生啊 都会去问那个护士这个病人 对,然后有些时候也是靠护士传话 有时候他们的shift也是很长 就是12个小时 我听说他们会有日夜倒班 一会是早上上班,一会是晚上上班这样 对,然后护士的也是很广泛 因为你有很多不同的妆科 有些护士是比较轻松 有些护士是比较辛苦 就比如说你要当手术师的护士 这会很intense 你的knowledge就是要他高很多 但是相比下来 如果你是在可能nursing home那些 就不要那么多的 nursing home是类似老年公寓里面的那些吗? 对,但是其实所有物理 都是挺stress的 是吧 对,但是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因为你是帮到很多病人 你现在工作也能帮到很多病人啊 对 对 所以现在病人是每周 会跟你预约时间来拜访你的办公室 然后来问你给他们的建议吗? 还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在洗身中心工作 有点不一样 洗身中心那些病人 其实他来的是很密的 他们一周会来三天 隔天就来了 我们中心现在有大概 之前是大概100个病人了 都是我的 对 但是他们因为厂商都在 每天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check in 就问来 How are you doing? 你有什么需要吗? 什么什么 但是最主要我做的就是我要教他们 怎么吃东西 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抽两次那个 学 对 然后result出来 教他们吃东西方面要注意什么 相比上之前我在医院工作 我没有说非常喜欢 但是我觉得在医院工作 把我的knowledge就build得很好 我现在有一个很强的基本基础 基本工 对 基本工 因为你在医院什么病人都看到 什么病都看过 然后你就知道 你看到这个字 你就知道是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看到什么病人来 我就 我都知道这个是什么病 那在医院做一个营养师 和在洗身中心的营养师 你的工作的压力会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 我觉得在医院上面压力会大一点 因为你每天去工作 你就有特定的分量的病人你要见 比如说可能在美国是比Asia小一点 我大概如果15个病人已经很多了 一整天 一整天 哇你刚才像我们中国 对 对啊 但是在美国因为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跟那个病人交给他们 所以就是15个其实 也是很多的工作料 对 而且有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病人 其实还没需要跟你营养师见面 或者是时间是不合的 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在ICU 他可能刚刚 got shy 然后营养师进去问他你胃口怎样 那个人就是想杀掉你啊 我好 就是你可以不要乱这个吗? 对 就很尴尬 但是我们的担心 就一定要check on top 就一定要问这个 所以是非常非常尴尬 或者有时候我们之前医院也有一个精神科 你跟那些人聊 问他们的胃口怎么样 他们可能有时候就心情不好 也会把食物认到你身上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会的 我就觉得在医院工作 反正就是他们有很多时候 病人就是很敏感 对 营养师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食物方面 不可以把他生命救回来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care 医生也不会那么专重你 哦 明白 对 有时候病人听到营养师来 他们就说 我今天晚上想吃牛肉这样 就是人很不爽的 不是一个waitress 对 但是现在要去洗身中心工作 你需要一年的clinical experience 所以就是需要在医院工作一年 所以这些要求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你本身如果能进医院工作的话 就已经非常难了 然后你又得有一年的医院工作经历 才有资格去洗身中心工作 对 没错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平时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吗 从几点开始上班到下班那个过程 我就很享受现在的工作 所以我在现在的中心工作已经有四年了 因为它是真的很flexible 我们是分三轮的 第一轮呢就是五点钟开始 早上 嗯 他们就五点钟来 对他们就洗身可能洗到八点钟 然后第二批就是可能大概9点到12点 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来三点多 然后我只需要cash down一些病人就可以了 啊 在一个月里面 所以我就很flexible 我就可以 比如说我早一点 7点到3点吧 嗯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要cash 后一点的病人 我就可以可能9点到5点吧那样 对 找一根病人能够见到病就可以了 对 他会是需要提前预约你的时间吗 还是说每个星期是固定周一这些时间周二这些时间呢 没有固定的 就随意的 是病人随意还是你随意的 我随意的 哈哈哈 所以这work life balance是很好 我就可以自己随意的跳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因为那些病人就是 其实他们是长期病患者 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会有一点无聊 然后他们也会有时候觉得很绝望 因为就是突然生命变了 每天要来洗肾很不开心 我们就给他们生命有一点食材 就会跟他们玩一些游戏啊 我前天就刚刚跟病人玩bango 然后赢了就给他们一点点 我们会在dollar store买一点小礼物 就送给他们 那就是很开心 对 我们主要叫病人吃东西的时候 都是很repetitive 都是反复的信息给他 对啊 就是很反复就是你生病就不可以吃cheese chocolate 或者nuts 然后你每周每一个月都跟他说一样的东西 他们就会觉得不想理你了 可能他们有些人还在找地方住 反正他们生活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饮食方面就是他们最后了 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 怎么让他们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了 有时候我们会想一些比赛啊 我之前就弄了一个卡就是 因为其实生病的人不可以喝太多水 他们只是可以喝一公升的水每天 然后我就会说你这一周没有喝太多水的话 我就给你在这个卡打一个孔 嗯 你拿到十个孔的话你就有一个礼物了 哇 你像幼儿园老师一样耶 对 是有一点对 是这样的 所以挺有趣 然后病人其实蛮可爱的时候 他们会真的会跟你说 嗯 你看一下我这个月的层次其实很好 其实他只是想要你表扬他一点 然后你就看到他笑 你大部分病人的年龄群是什么药呢 大部分就比较年长一点 年长一点 老人多一些 嗯 六十五十几以上吧 OK 对啊 但是年轻的也有 我有一些之前十几岁也有 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会很绝望 你是能感觉到他那样的情绪 对 我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是学历没有很高 没有念完中学 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都不知道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点 肾病这个东西其实很恐怖 他是一个silent killer 你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病状 嗯 然后突然可能他们去医院 是因为可能撞车 只是check一下 然后突然医生就进来跟他说 哦 其实你有肾病 而且是默契的 你下周就需要洗身 然后你每一周要去三 三天 生命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病 嗯 对 除非你换身 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但是其实 不太好 我们会建议那些人继续工作 嗯 继续做他平常喜欢的东西 我们会offer他们不同的option 有些洗身中心是半夜开的 所以他们可以晚上去 所以叫洗身 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这样 对 所以主要我们就是要安慰那些病人 跟他说 这个现在不是世界末日 只需要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我现在对你工作很respect 真的 有时候就很多医生 他们没什么时间跟那些病人聊天 或者护士 因为他们很赶时间嘛 嗯 就只是跟他说 哦 你做这个这个这个就好了 嗯 然后一些病人就坐着就觉得 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还好就是有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都在 我们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 就是explain给他听 其实这个是这个意思 这样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跟病人 会有一个更 亲密的relationship 对 然后他就会伤心你 然后你就可以再recommend他做什么 我们的公司很多training 就是在怎么去关心别人啊 自己想一个plan出来 嗯 就不是你明天要做这个 那样就会 他们会觉得很反感 对 对 我们要show that we care about them 那这么听下来我觉得 如果做你们这一份医疗师的工作 你至少得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那除此之外 你觉得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性格的人 比较适合做你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我觉得要相信实物 相信实物 对 如果你相信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的话 你就会很适合做这个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都是靠食物来 改变一个人的状况 所以你是个人非常相信 食物可以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变化的 对啊 因为吃太多药也有副作用 所以我觉得吃得健康一点的人也会健康很多 而且很多药都是从食物里面体验出来的 我是一个很enjoy吃东西的人 对 我可以一整天都在聊食物的东西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食物的话 你也会喜欢这个工作 那作为一个营养师的话 你的职业 你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我现在还是在一个exploring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的full time job是在洗身中心工作 但其实我在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之前在holds一个experience 就是healthy dining out with a dietitian 健康跟营养师去吃饭 然后我就会教他们在外面吃饭怎么点菜 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然后我对健身这方面也是有一点兴趣 所以之后可能也会做一点跟健身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现在还在一个非常多用你的专业知识去探索 各个领域工作的那样的一个阶段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营养师这个是the sky's limit 如果你只是想要立业工作也可以 或者你想要做很多不一样 你可以非常creative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也可以 你可以去当一个厨师 你可以去当一个健身教练 我对于我的将来也是蛮期待的 很想知道将来我会end up doing what 我很喜欢看到你现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她浑身就散发 我很爱我工作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状态 不管做什么都会做得特别好 OK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Renee 做口我的节目 前面如果没有说的话 Renee其实是在美国长大的 她算是一个ABC Renee她的中文对她来说是第二门语言 然后她现在我觉得她现在国语 真的已经说得很好了 我希望大家也能对营养师 Dietitian这样一份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也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